這邊的話怎麼存,其實很簡單嘛 這邊不是有safe 其實跟用那個什麼office裡面的word也蠻像的 存檔 存檔的話呢,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跳出一個說,那你要存檔嗎?請問一下你要存到哪裡 這個時候的話,我是建議你可以 給一個固定的目錄去存放 一般的習慣是放在c的底下 也許我們就是在c的底下 再新增一個資料夾 所以按右鍵好了 這邊再新增一個資料夾 那名稱的話,我們叫python 也許叫什麼python2022好了 假設這個名稱 那我習慣會在python前面多加一個底線 之前好像有同學 其實很多人都會習慣前面加個底線 其實原因很簡單,為什麼加個底線 因為如果加個底線,它會排在最前面 如果你是p,你會跑到底下找不到 所以為什麼加底線 因為它可以在最上面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假設上面 按照名稱排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底線 就會出現在比較前面的位置 OK,當然不一定是用那個什麼 利用底線 不過跟各位講 比較安全的符號只有用底線 因為很多的符號都是不允許的 因為很多的符號是保留資源 盡量不要用 雖然有些地方可以用 但是很容易出錯 所以以後你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假設你要用符號 只有underline是安全的 其他盡量不要用 那你說老師,可是有的地方不會錯 對,有的地方不會錯 但是可能錯,我們盡量就避開 對,就像說那個 有些業務你就不要走 對,你想說 反正業務又不會怎麼樣 難保你哪一天 遇到 不應該遇到的東西 對不對,很難說 所以盡量不要 這是保險的做法 OK,所以像我寫程式一樣 盡量就避開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這樣做 反正就是不要這樣做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加一個底線 打開之後的話 那把這個模組 它的副檔名就點py 也許這個地方我就給它一個名稱 也許今天說python 也許給它一個python p01好了 點py存檔 這樣的話我們就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當然以後那個檔名 它也是允許用中文的 中文也OK 以前的話有一些程式是不允許的 不過這邊是要ok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先到這邊 接下來的話等一下 我們要接著來看有關結構控制的部分 那什麼叫做結構控制 其實白話意思是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邏輯判斷裡面 不外乎就是有一重邏輯 以tru一負 什麼為tru就做 那還有兩重就是多一個 tru做什麼 force做什麼 有沒有 然後另外還有多重的 多重就是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那我應該怎麼去做應該的判斷 所以假如說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寫一個邏輯判斷的程式 比如說判斷什麼 判斷他是不是成年 是不是成年 假設他是大於18歲 那就是成年 反之就是未成年 所以我們如果寫一次像這樣的程式 那首先當然請各位待會兒一樣 把這個先關閉好了 然後再開一個新的文件 並且把程式打上去 那程式大概五行 我先把他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run出來結果大概就這樣子 執行他 你會發現這邊會顯示說請輸入年齡 那假如說我今天輸入的是什麼 輸入的是15歲 Enter的話他得到應該什麼 未成年 有沒有 那再執行一次 如果我今天輸入的是25歲 Enter一下 那他就成年 這個是兩重的判斷 不過你想說老師 那這個好像太簡單了 我再會想要改複雜一點 可不可以 你可以在後面的話 可以再把成年有沒有 再劃分成什麼 可能是青年 可能是壯年 可能是老年 有沒有 他還可以再劃分 不過這個怎麼劃分 反正你就 我後面有想一個基本的架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題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寫一個判斷年齡的程式的話 我們該如何撰寫 第一個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先在這邊 先產生一個變數 叫H 然後後面的話 請你利用一個函數叫Input Input的意思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說 將來可以讓使用者輸入一些資料 他會把這個資料 直接就輸入到前面的H裡面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Input有個特性 就是你輸入之後得到的結果 一律都是文字 不管說你輸入什麼 比如說剛剛輸入15有沒有 它其實外面是有雙引號的 所以如果假設說 你沒有把那個雙引號去掉的話 那在做邏輯判斷的時候 那就會發生錯誤了 比如說 好這個地方 假如沒有做 後面我就做判斷 一復 那底下的話 如果在Python要做邏輯判斷 很簡單 如果後面就加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假如說那個H 如果是小於18歲的話 要做什麼 冒號 這樣就OK 那其實 如果你是在VBA裡面 差別就是這個冒號 改成Zen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樣 然後Enter Enter之後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它Enter之後 它其實是有縮排的 有沒有發現 它不是跑到這個前面 它是跑到 有沒有 一個縮排的位置 跟各位講一下 在Python裡面 縮排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有沒有縮排 有關係 所以有同學 老師我可不可以把它 戴個到前面去 千萬不要 一定要縮排 那如果你是寫其他語言 就沒關係 像VBA 說不縮排都沒關係 但是我的習慣是一定會縮排 為什麼 因為你有縮排的話 你不管寫哪個語言都通的 OK 所以盡量養成好習慣 一定要縮排 然後呢 底下那個部分 意思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小於18歲 那我就把它什麼 print 所以這邊的話 就加一個print print什麼呢 未成年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打一個 未成年 那反之的話 反之 所以底下的話 你enter之後 記得back到前面去 因為呢 反之 它就不是在if裡面這一層 而是它在上一層 所以記得back到前面去 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l 一樣加個冒號 冒號指的是 要做什麼 反之要做什麼 那就幫我print什麼 成年 所以把這個地方 上面這一行複製下來 然後 然後 改一下 delete 了就可以了 好 可是喔 跟各位講喔 我剛剛不是講過 input 它進來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文字 所以假如說呢 你這個h沒有轉型的話 它一定會出現問題 比如說15歲 enter 那因為呢 15 輸入進去給h的話 它會變成15的文字喔 所以你進去h之後的話 再跑到這邊做比較的話 欸 15 的 有沒有小於18 它一看 這個是文字 這個是數字怎麼比啊 它沒辦法比 所以呢 應該會出錯 所以我enter的話 它一定會出現錯 喔 typel 有沒有 而且還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錯 第幾行 第二行這個地方出錯 錯誤的地方就是什麼 喔 typel 它這邊還跟你講說 小於這個符號 它沒有support什麼 它沒有support說 你兩個資料型態是不一樣的狀態 所以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過啦 你就是 請你在input的外面再包什麼 int 前刮符 然後後面的話再加一個後刮符 這樣就ok了 就是15把它轉為整數之後 再來做判斷 所以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15 enter 有沒有未成年 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階段 把剛剛的檔案先存檔 存檔完成之後的話 再做那個兩重邏輯判斷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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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